這是我們的專輯作品 這個作品的名稱叫做魔幻智能白板 為什麼要設計魔幻智能白板 以往我們在教室裡面上課的時候 老師使用的是黑板 那使用黑板的時候呢 老師寫完字 插黑板的時候會有非常多的粉筆灰 那粉筆灰到處飛啊 全班的同學還有老師 基本上在呼吸的時候 都會把這些灰塵吸入飛裡面 所以基本上對身體很不好 那另外一個呢 有的教室裡面使用的是白板 那我們在使用白板上課的時候 會使用一個白板筆 白板筆在書寫的時候 其實它的氣味非常的難聞 那另外一個 除了氣味難聞之外 白板筆使用完之後 我們如果擦拭它 一樣會有一些血血往下掉下來 那其實這一些 不管是對環境 還是對我們的身體健康都不是很好 所以 因為以上兩個理由 所以我們製作了這一個 就是魔幻智能白板 那這個魔幻 就是智慧的魔幻白板 有什麼樣子的功效呢 我們現在為 您就是 演示一下它的使用方式 就是當老師 在白板上面去書寫文字之後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老師要擦拭那個 書寫部分的內容 他只要用他的手指頭 那 把它想要擦掉的內容 只要畫個圈圈 即可 那畫了圈圈之後呢 大概十秒鐘左右 就是上面的字樣就會完全消失了 目前大概經過十秒左右 那現在看到白板上面的字樣 已經全部都消失